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台中国际花坦鞋开红盘,开幕首日即涌入于十万人次,打破去年纪录。 其实,花坦鞋用地原式垃圾厂,常年荒废,精灵加冷团队富裕整治,打造成生态亮点公园不仅备受好评,也落实它均衡城乡发展的初衷。 花坦鞋场地的花田绿郎园区原式丰园坦子后里联合垃圾厂,前舰长黄仲生与前县副曾尝试富裕再生为花田绿郎,但特色不足,加上后续管理不当与地下找气等问题,导致之灾死亡余伴,县市合并后无人过问,园区荒废多年。 林佳龙上任后,重新对园区评估定位邀及专家学者引进核式树木,称8年100万棵树的核心区域逐步解决找气问题,同时也与11亿元及当地理林长反复会勘研商,决定转新为海宝富裕生态园区。 初期林佳龙决定先提供二公顷一季节洒下石花种子作为花牌景观示范区,接着举办台中国际花坦协,打造五颜六色的主题花会,成功让花田绿郎重现生机,摇身已变成为台中目前最热门的打卡景点之一。 即去年创造146万参观人次的佳基市府,今年以花开的声音为主题,运用大量的在地特色花卉,融入花博及项目及音乐等元素,透过情境式的故事营造,打造有史虎家族领军的音乐花园派对,开幕首日及吸引超过10万人次驻足,成功为花博提前暖身。 过去县区与市区的观光资源落差悬殊,林家龙竞选时就承诺给县区更多资源。 细数执政以来,不论是中台湾元宵灯会在清水,花都艺术季邀请国际每升天后海力道风源演唱,皮克斯动画交响乐道大家演出,都让居民感受到市府缩短沉香超剧的努力。 迎接明年花博作为三大展区之一的厚利尹连续两年举办花坦协,让县区又多一处热门观光景点,尤其垃圾场变身成美丽的花田绿郎。 垃圾变黄金在当地为为佳化,不但为花博暖身成功打下头阵,更让外界看到林家龙在兼顾环境用区域观光经济发展的用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